好我们持续来掌握的是余天中风住院 但这个礼拜其实他的行程真的很满 包括党内的活动他都现身 那么台北市议员江志明 他就透露说之前郑国会有参序 那么他还说年底这个选举他会帮忙站台 当时看不出我意状 没有想到传出中风消息 而同处郑国会的林佳龙也表示 第一时间立刻打电话关心 大家好我是余天 对着镜头笑开怀 郑国会老大哥余天总是站上第一线 帮新人拉台支持 结果惊传小中风 从三月初选起跑以来 录音录影助选来者不拒 还陪提名人登记参选 好爽的个性当有活动也都出席 7月17号参加民进党全代会 7月18号赴官邸参加新北复选会议 24号也刚站台娱乐公司活动 尤其最近这一个礼拜行程满档 刚好又遇到全台高温警报 难道是助选太老累 才造成身体无法附和 看到余大哥住院的讯息 我感到非常惊讶 也非常非常不舍 因为余大哥是摩依非常敬重的前辈 也在摩依初选的时候 帮了非常非常大的忙 所以在此呢 摩依也要希望余大哥一家平安 那身体早日康复 7月7号余天还出席政国会私下餐序 更挂保证年底大选会帮忙站台 而当时坐在余天左右两边的正是这两位 他不但在用餐序的这段讲话 非常的风趣 非常的幽默 也都能够带动气氛 那时候气色整个情况都非常的不错 那所以在两个礼拜过后 那小中风真的当是让我们蛮感到意外的 我记得是在7月中的时候 我们还要一起用锅餐 然后我时不时我会到他的办公室 跟他聊聊天 报告我自己的选情 也关心一下他家里跟琪琪的事情 同属政国会的林佳龙 更透露第一时间有打电话慰问 结果余天还反过来替他加油 我在希望慰问他的时候 他还特别反过来为我加油 甚至说他要赶快好起来 可以来帮我服选 74岁的大哥及艺人立委 不但要担心自己二女儿的病情 还得帮郑国会自家人奔波浮选 里外都煎熬 记者郭向年轻轩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上节目 就炮轰民进党 现在只会抗中保台 但是演习的时候 却连装都不装一下 通平民进党不做事 而且还说陈时中 是按把防疫责任甩锅给批评他的人 让他很生气 气到痛批实在无耻 民进党打击政敌 动不动就搬出反中牌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就上节目狂酸 绿营高喊抗中保台可憋光说不练 所以我最气的民进党就这样 你们抗中保台嘴巴喊 要做真的嘛 我当然是绿营的 可是我不是义和团 你要玩像一点好不好 每天再叫叫叫叫 犯案演戏也不真的不实际演戏 我跟你讲 现在如果真的逃犯警报 你这要懂啊 你真的喊抗中保台 那就装像一点 先前举办双城论坛 平民被绿营市议员抹红 柯文哲怒呛反击 执政党为何没尽责保卫国家 如果攻击扰台 那你是指控小英总统 跟民进党中央政府 都没有办法保卫我们的领控 是不是 这几年来都没办法处理 你们这样吃香喝辣的 又不能办事 那你们在干什么 而现前因为防疫不利被骂翻 陈时中却反驳说 这是人与病毒之间的战争 还呛弱连这个都搞不清楚的人 做不了大事 在一党听到这说法 全都傻掉 美国英国的最权威的媒体 都说我们是吹牛防疫 都说我们不是科学防疫 我们是政治防疫 那你去骂他们啊 陈时中你怎么不去骂这些 美国英国的媒体 做不了大事呢 要什么样的铁石心肠 会为了高端的利益 不惜阻挡BNT 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可能在防疫防到一半的时候 跑去选举呢 连防疫该负的责任 都能甩锅给百姓 民进党推卸的责任的功力 不言而喻 记者黄明君时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 持续来追踪是 富邦汉将队的外野手林哲轩 23号在新竹棒球场 一个动作为了救球 变成伤兵退赛 而且现在伤势不乐观 他的左肩膀关节 纯撕裂伤 必须要进一步检查 还可能要进行手术 如果真的去开刀 等于说本季报销了 而晚间他po文 已经打电话给富邦汉将 富邦汉将也特别说 这个现在的伤势 未来会对外的公布 但他也说 真的对这个球队很抱歉 不过且林志坚说 他愿意负担林哲轩的手术 跟附件费用 希望在医生照料之下 他可以早日返回球场 好 刚刚就有说到 这个论文的争议 我们就要持续来看到 是好像也有扯出了 这个中间人 那么之前呢 这个担任林志坚的 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 杨林怡 时事评论员就有发现说 这个陈明通 寄给杨林怡的信息 这个信箱是透过Gmail 并非透过这个 新竹市府的公务信箱 这个是杨林怡的个人信箱 他就质疑 这案情可能不单纯 要么是公器私用 不然有可能是助理来代笔 林志坚选举行程停不下来 不只要替棒球场止血 还有论文门事件 稍不停 林志坚拿出关键证据 是2016年2月1号 陈明通寄给林志坚的 一封一秒 以及其负档案 收件人是时任林志坚 市长办公室副主任杨林怡 不是新竹市府的公关信箱 而是私人的Gmail账号 疑点重重 为什么陈明通要跟你联络 这个论文的事情 不寄给你本人 而是要寄给你的助理 而且还要寄到助理的信箱 那到底这个写论文的主体 到底是你还是你的助理 我觉得林志坚有必要来说明清楚 杨林怡也因为 即将代表民进党参选 新竹市议员出面澄清外界的代笔说法 澄清这是副主任最重要的业务之一 但就是这个公务信箱反而越描越黑 透过这个法律公正的文件 然后也将这些文件 都会送给两个学校的 学术伦理委员会 我们会尊重学校的一个审定 自己拿出的证据 没有自清反倒自打脸 若真如杨林怡所说的 该居庙信箱是林志坚的公务信箱 难免有公器私用的嫌疑 这些证据是林志坚拿来澄清自己清白的证据 但是越看越觉得不单纯 所以我觉得林志坚 奉劝林志坚参选人 这个说一个谎言 就要用更多的谎言去圆 去圆谎 所以政治人物的诚信 比你的学位 比你选举能不能获胜更重要 那人民不会希望看到整个选举的过程 都是一种负面的选举 不断的抹黑或泼脏水 只有原稿才能够证明原创信 不然一秒只能够解释 陈明通修改过的内容 当论文案越变越黑 列职球场案又让林志坚形象瞬间崩塌 原创不只扯出带打之说 全党孤注一职的包装 恐怕也快三振出局 那么林志坚现在深陷论文门 还有新竹球场的风波 立委高嘉瑜昨天在节目上就有说 党内好像出现了要换肩的声音 也担心可能会影响到 北北鸡桃竹的一些选情 造成可能会五个人都倒霉 他还原说 这个呼吁说林志坚应该要赶快出来 还原跟止血 否则可能会有外溢效应 就怕真的将火烧起来 任谁都扑不了火 我们这次北北鸡桃竹 有优秀的候选人 包括陈时中 包括林嘉隆等等 那如果说所有的议题 都集中在论文或是棒球场 那当然其他候选人正面的声量 或者是说他们所提出来的证件 也难以被大家关注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 能够赶快在这个事件上止血 那目前当然也希望说 林志坚能够把这些问题 能够赶快的厘清让大家的疑虑赶快消失 那看起来其实如果要等到说台大 或者是中华大学审查出来的话 那那个时间可能还要拖一两个月 那其实我觉得选战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非常的重要 都像在打仗一样 但我路上也传出说有这个换肩的可能性 而且党内似乎也对今天是蛮弱心的 确实是有小部分的声音啦 认为说现在这个持续的冲击下去 所影响的年轻跟中间选民的投票意向 可能对于年底选举就是一个关键 那尤其是在北部确实我们的选区里面 除了民进党基本盘之外 要胜选的关键就在于年轻跟中间选票 所以这样的外溢效果 如果影响到其他县市的话 那当然是对选情不利 那这也是我们最忧心的地方 关于相关的这些媒体的讨论等等 它是不分县市的 那如果说影响到这些民众对于候选人的看法 可能也不只是在桃园 那当然最直接影响就是桃园跟新竹 但是如果这个外溢到其他县市的话 那那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它比较温和 一定要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呢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